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 是不是今年是2019年啊 你们觉得今年的行情好不好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 汽油价格浮动啊 对不对 这是年头的消息啦 马币贬值啊 中美贸易战 十年一次的金融危机 还有AI时代的来临 中美贸易战应该是最近 这几个月以来呢 我们在面子书 时常看到最轰动的消息吧 一下子 华为出来 讲我要搞5G 后来呢 美国又讲 我不要support你了 Google拿回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讲 我要支持中国 我不要用iPhone了 有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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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iPhone比较好用 我还是选择支持美国 有没有这样子的课题很多啊 但是各位想一想 今天如果你不用iPhone的话 会影响什么嘛 如果今天你选择用华为的话 又会影响什么嘛 但是很多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选择一直不断地在埋怨 哎呀就是他们啊 害到我们的行情这样差 对不对 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埋怨的过程中呢 请问我们能够改变什么嘛 不能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最主要的呢 我们要 我们竟然不能够改变到 整个状况 我们竟然呢 不能够改变到整个行情 不过我们有一个能够改变的是什么 就是改变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这样子 我们讲行情很烂的情况下 你们知道 还有很多人在赚钱吗 知道 谁在赚钱 爱多美 对不对 给爱多美一个掌声 所以到底爱多美呢 真的是不是很多人赚钱 是 刚刚在几个月前呢 是不是 又听到很多 哇 又有尊王大师啊 爱多美又要出Fall Live了啦 又要再四百万马币出来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在爱多美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赚钱 这一位 看到没有 六十八岁的家庭主妇 一个Auntie 竟然在爱多美里面呢 也能够赚钱啊 对不对 如果这样子的年纪来讲话呢 是我们的老奶奶 你高兴吗 每天抱住她的大腿 对不对 每天在家里倒茶给她喝 对不对 所以连这样子的年纪的人呢 都能够在爱多美成功 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来看 到底什么是爱多美 所以今天呢 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 什么是爱多美 好不好 所以爱多美呢 应该很容易讲 因为基本上爱多美呢 我一分钟就可以讲完了 大家认同吗 如果人家问我 什么是爱多美呢 我会以这样子的方式说 爱多美嘛 它是online shopping mall嘛 来自哪里 韩国嘛 对不对 这样这个shopping mall 很好的 它送你VIP member 只要我拿这个VIP member呢 我在这个shopping mall 买的所有东西 自动折扣 50%到70% 认同吗 50%怎么说呢 平时我们在外面 买一只牙刷多少钱啊 可能好的quality呢 大概八九块 更好一点的quality 十多块 不过再爱多美多少钱 四块两毛半 是不是省了50%啊 是 所以今天呢 当我拿了这个member free的嘛 对不对 我在这里 能够得到discount 如果免费的东西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嘛 可以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可能你身边朋友 也可以接受嘛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可以接受的话呢 就代表你在这里 可以赚钱 可以接受嘛 这样子就讲完爱多美啦 这样子是不是 我可以下台了 OK 所以这个呢 当我每次这样 跟身边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当对方开始认同的时候 这样我才继续讲吧 如果他连着一点点 免费的 他都不认同的话 这样他还是人嘛 已经就不是人了 这样我就不需要讲爱多美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继续讲 所以今天呢 爱多美 OK 我们可以分为几种 承接 可能我对于一些 比较专业的呢 我就以专业一点的方式来呈现 如果我对于的一些 是家庭主妇 让你千万不要跟他讲太多 你讲太多的话呢 他可能就觉得 爱多美很像很难做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以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呢 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 好不好 OK 最近呢 我们都很关注一个市场嘛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什么市场 中国 如果今天你去到中国 跟中国的伙伴 分享爱多美的时候呢 你告诉他 爱多美是直销公司 你觉得他会理你吗 不会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这个方式呢 各位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他不一定对 对不对 但是我对爱多美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观念呢 很重要 当人听得懂爱多美的观念呢 我们讲 看得懂 看得明白 财富就自然来嘛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讲了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呢 对方的还不认同的话 这样你再继续讲的话呢 也是没有用 OK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 我们讲 我们的生意模式呢 我们叫做B2C B2C什么意思 Business to Customer 就是讲今天 如果我要做一门生意的话呢 第一个 假设我要卖鞋子 我要做什么 我要顿鞋子的货 我顿 从36 37 38 39 40 OK 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款式 顿了一大堆的货了过后呢 再一双一双鞋子 卖给 消费者 所以 关键点在哪里 顿货 OK 像今天这样子的生意呢 还好做吗 很难做对不对 因为人家看到你 做到不错 这样我也来做这个生意 只要我愿意花更大的本钱 来做这一门生意的话呢 我就能够卖到更便宜 我都还有赚力 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今天我们在哪里啊 苏邦 大家知道吗 苏邦有一条街啊 你一去到 哇 很塞车的 那条街叫什么街 奶茶街 有听到吗 不懂的话 等一下结束了 过后你可以找我 OK 带你去一趟 OK 你一去到那里 哇 整条街都是卖奶茶 为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人 都是很奇怪的 看到这一门生意好做 我就跟着一起做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B2C的模式呢 越来越难做 因为大家会互相的竞争 这样现在呢 开始慢慢转变成 什么样的模式呢 OK 转变成 C2B的模式 C2B的模式呢 就叫做 Customer to Business 就是讲你这一门生意呢 是由消费者 结合起来的 OK 今天呢 我要让消费者 结合起来呢 例如什么样的平台 可能过去 我们都会选择 打得事嘛 对不对 做Taxi 不过现在你们还有做得事的嘛 你们做什么 做Grab 为什么 第一 我做Grab 我Join Member要钱嘛 Free的嘛 对不对 这样我 如果是一个消费者 我打Grab的话 我能够省钱 这样如果今天 我想要赚外快的话呢 我可以不会做Grab的Driver啊 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过去 当我开始接触到 Uber接触到Grab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年代 很多人都不接受 哇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不过现在呢 还有人去打得事嘛 没有了 全部人都选择做Grab 所以Grab的模式呢 其实它就属于是 C to B的模式 因为Grab本身 一个十几都没有 Grab本身 一两得事都没有 全部靠谁 靠消费者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爱多美呢 其实就属于是 C to B的模式 这个时候很多人 很多问号对不对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会做解释 所以今天呢 C to B呢 也营造成 今天在中国呢 都很多人 一直在讲的 有一句 OK 叫做共享经济平台 听过吗 OK 所以今天呢 我就会 跟大家解释 到底 爱多美呢 跟共享经济 到底有什么关系 好 叫我来说说 今天呢 爱多美的背景是这样啊 在过去呢 在九年前 十年前 OK 爱多美呢 是还没有出现的嘛 对不对 那个年代呢 就有两个平台 一个叫做Kairi 一个叫做Koma Kairi呢 是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OK 韩国政府的研究机构 这个韩国政府的研究机构呢 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第一名叫做NASA 第二名就是他 当Kairi OK 就是过去在帮韩国政府研究很多技术的嘛 对不对 所以当他想要把这些技术 转移成产品 这时呢 他就要跟厂家配合 所以厂家就是Koma Koma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 不过他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大部分人都在用着 OK 生产出来的产品 可能我们讲Share 什么Nail OK 什么Kom 对不对 还有AIM 什么Way 对不对 这些产品是不是我们都在用着的产品啊 在目前市场上呢 Koma 他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超过2000多种品牌 目前呢 我们去到百货公司 我们看到的很多韩国品牌呢 超过70%呢 都是来自Koma的 所以你觉得Koma的影响力大不大 它是目前全世界排名三大的美容产品代工厂 所以当Kiree呢 当时跟Koma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纯粹是一个试试看合作 所以当他们合作在一起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小公司 那个公司叫做SPT 当时呢 只做了两个产品 一个产品叫做Hemohym 另外一个产品叫做Skincare Sex System 所以当这两个产品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Hemohym 当时呢 在韩国他们遇到一个问题 这里我简单带过就好 当时在韩国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Kiree他们在做研发 研发的是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辐射 这个辐射问题导致到 在里面的很多研究生 研究人员 很多博士呢 他们都得到一个病叫做癌症 一般的癌症病人呢 他们都会做治疗嘛 电疗跟化疗 不过他们做这个治疗的过程中 往往都是因为免疫力的问题 导致到他们很早就拜拜 对不对 所以当时呢韩国政府没有办法 才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发一个产品 叫做Hemohym出来 所以当时的Hemohym是不是哪里卖的啊 不是 当时的Hemohym是为了自己人 所以当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呢 在谁的手上 在SBT的手上嘛 所以SBT呢就把这个产品拿出来 为了让他的公司生存 是不是应该拿来卖啊 所以卖去哪里 当时的Hemohym呢是卖去Farmacy 当时候的价钱呢 大概马币3000到5000块 所以我们来算一算啊 今天假设你是个癌症病人 通常癌症病人做电疗化疗要几久的疗程 几个月嘛对不对 这样今天呢我们讲癌症病人 如果要吃Hemohym的话呢 吃一包嘛 不可能对不对 一定吃大量嘛 可能四包五包六包嘛 假设他一天吃六包的话啊 OK 一个月 可以吃几盒 一个月要吃三盒 这样如果他的癌症不是一个月就好哦 可能是半年才好 半年呢要吃多少盒 66 36盒 一盒的话呢 当时候是3000块到5000块 这样你算一算 你要花几十千 可能是 可能是接近整百千 来吃Hemohym 这里 谁会舍得拿100千出来吃Hemohym的举手下 如果有的话我马上卖给你 OK 所以没有的话我就继续讲 OK 所以当时呢 他们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做行销 不过当时候呢 业绩呢 非常差 差到呢 SBT San Biotechnology这间公司呢 差一点倒闭 就在这个时候 爱多美呢 就出现了 当时候爱多美是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一位人 那位人士呢 就是今天 爱多美的老板 OK 普汉级董事长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这样当时呢 他还没有 爱多美还没有行程的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他本身 OK 因为过去本身呢 肝硬化 糖尿病 已经是我们讲 半条命的人 OK 因为医生跟他讲 没有办法做治疗了 后来是因为他亲戚呢 给他吃这个Hemohym 救了他一命 他就觉得 Hemohym真的很好 可以帮助到他自己本身 可能也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嘛 不过为什么市面上 都没有人知道 什么是Hemohym 结果呢 他就去找来找去 结果就找了SBT 才知道 原来你这样子一盒的东西 要卖这样贵 谁吃得起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跟他做商量 怎么样的商量 今天你的工厂呢 如果这样继续营业的话 不到六个月 半年时间 你一定倒闭 倒不如今天 我跟你一起合作好不好 OK 我可以保证我一个月 把你的销量提升 一个月可能 可能把你卖一百千盒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 人家卖三五千 OK 我卖三百多 这样子的生意 你会谈吗 一般的商家 是不可能谈啊 不过呢 就是因为当时 SBT差不多要 倒闭了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就以这样子的方式 跟爱多美合作 所以就这样 爱多美呢 就很巧妙地形成起来 OK 所以当很多人告诉我 哎 市场上很多品牌啊 要跟你们爱多美 做竞争的时候呢 我可以告诉他的是 今天 再也没有可能 一个国家的研发单位 再加上一个世界级的代工厂 是要倒闭了的 对不对 所以当时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 爱多美产生到今天 所以当爱多美 形成的时候呢 老板就开始讲一句话了 讲什么话 我要做我的公司呢 是绝对的高品质 绝对的低价格 所以当时呢 爱多美就做了什么东西 就做到 我要把很贵的产品 卖到很便宜 而且我要一直不断地 让我的消费者非常爽 所以一开始的爱多美 可能在卖Hemmohim的时候呢 他们的量里面比较少 当时候呢 一盒里面只有30包 OK 不过呢 老板讲 今天竟然我要做到绝对 就是讲 我的价格呢 也要做到绝对的低嘛 市场上呢 绝对不能够跟我做竞争 所以 爱多美的老板呢 就做了一个举动 这个举动呢 感动了 所有的消费者 什么举动 就是 加量 不加价 从过去我们的六件组呢 以前叫五件组 那个包装呢 我们看上去 其实我都不会想要买啦 OK 后来呢 老板开始换包装了 又里面加多一个BB cream 就变成所谓的六件组 在这个十年的时间呢 一直不断地加量 加量 加量 再加量 加到我们的量呢 一直用不完 对不对 不过价钱还是一样 后来呢 我们的Hemmohim 以前只有30包 后来加到多少 看到数目吗 48 后来 54 到今天你们吃了多少啊 60包 价钱有没有起 没有起 叫你们爽吗 爽 这个就是我的感觉 OK 所以当时呢 爱多美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子的理念呢 经营到现在 OK 所以今天呢 爱多美 OK 它的概念在哪里 它的概念叫做 共存 共赢的文化 什么叫共存 共赢的文化 可能很多人 每次看VOD的时候呢 都看到这样子的一段字 不过很多人呢 都不太理解 到底什么是共存共赢 今天我要怎样做到 winner winner and winner 我们来看 第一个winner呢 是谁 第一个winner呢 就是爱多美的供应商 爱多美的供应商 有谁啊 有很多对不对 最大的供应商呢 就是来自 Koma B&H 就是我们所谓的 Koma Korea OK 都是我们的供应商 从过去的SBT 刚刚说的 当时要倒闭了吗 要倒闭了 不过今天有倒闭吗 没有倒闭 而且今天呢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 挂牌公司 这个挂牌公司呢 过去这十年之期间呢 你懂它的股市呢 大概涨了五十多倍 OK 甚至呢 不止它一个人赚钱 爱多美旗下的 所有的供应商呢 都赚钱 比如说我们的牙刷 之前我们的牙刷 你们都在用住吗 好用吗 这个牙刷早期呢 在shopping mall是有卖的 这一只牙刷呢 在shopping mall卖 11块 哪币 不过当时候呢 爱多美老板去跟他讲 哎 不如你 supply给我好不好 我帮你去卖 OK 当时呢 老板跟他要求 我这只牙刷 我要卖四块钱 当时候那个 supplyer讲 哪里有可能四块钱 我基本上 我是亏本卖的 有没有 所以当时呢 他这样子跟他谈 今天 你shopping mall 一个月卖到好只 5000只 这样如果今天 我帮你卖的话呢 我可以保证 我一个月 帮你卖100万只 这样有没有的谈 有 所以当时就以 这样子的方式呢 谈成了这篇生意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牙刷 一秒卖几只 一秒卖一只 这个是官方数据 对不对 所以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牙刷 OK 可以做到一秒卖一只 他已经成为 整个韩国呢 出口量牙刷 第一名的牙刷厂 甚至呢 未来我们要开什么市场啊 印度跟中国嘛 对不对 他有没有可能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量 绝对有可能 所以供应商赚钱嘛 赚钱 这样 KOMA 我们的KOMA supply的产品给爱多美 在爱多美呢 我们有几样产品 都是在全世界拿冠军的 例如我们的蜂蜜饮 蜂蜜饮呢 我们占据 全韩国出口量 全世界第一名 它的量是最大的 我们给Hermon一个掌声 我们的六件组呢 过去呢 OK 三四年的时间 一直都拿第一名 直到呢 到后来 被我们的Absolute打败掉 也是爱多美的产品 这样KOMA Korea赚钱嘛 赚钱 OK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呢 很多人讲 爱多美产品卖这样好 它产品都很好用 有没有可能 这些供应商 不要跟爱多美合作啊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供应商不赚钱的话 可能 不过如果供应商赚钱的话 你觉得有可能吗 没有可能 对不对 甚至呢 我听到当老板分享 爱多美的经营理念的时候呢 真的吓了我一跳 老板讲什么 你懂吗 当供应商 为什么跟爱多美 合作得那么好 是因为 是因为爱多美呢 呢 的purchasing department 购买产品 当商家呢 supplier把产品送到爱多美的仓库的时候呢 爱多美在一个礼拜的时间 一定把所有的账还清 如果你是爱多美的supplier 你会愿意跟他合作嘛 你会愿意跟他合作嘛 所以今天如果我一直没有拖到供应商的钱 爱多美能不能拿到全世界最低的价格 能 这个就是供应商 为什么会跟爱多美合作的原因 所以第二个呢 爱多美 爱多美你们觉得他赚钱吗 赚钱 如果不赚钱的话呢 今天我们拿来的总部啊 这样爱多美你们觉得他怎样赚钱呢 爱多美赚钱的方法 一个概念很简单罢了 我们讲马来西亚就好了 马来西亚呢 刚刚我们收到的消息 马来西亚上个月的业绩呢 进不了125% 我们给马来西亚一个掌声 马来西亚一个月的业绩呢 突破了1600万 我们给马来西亚一个掌声 不过呢 各位想一想 1600万的业绩 马来西亚爱多美 多少个员工 20个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员工 这样子的costing 再来 你们有没有去过马来西亚的总部啊 这里谁去过的请举手 现场1000个人 竟然只有几个人举手罢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今天呢 爱多美马来西亚总部 只有那小小间的office 里面做出20多个员工 不过呢 一个月竟然会有1600万的业绩 所以这个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爱多美的costing 它的成本呢 非常的低 它只要在营业额1600万 赚取一点点的profit 一点点的利益 基本上爱多美就是赚钱了 大家认同吗 所以当很多人一直在问你 到底爱多美怎样赚钱呢 又可以把commission分给你 你就要告诉他 因为爱多美本身很省钱 好不好 再来第三个 最重要的那一个 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消费者 对不对 这样消费者怎样成为赢家呢 第一 消费者在爱多美买东西 有没有discount啊 有没有省钱啊 至少帮你省了50%的开销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爱多美的消费者 我们是不是赢家 是 所以我们讲 今天就算在爱多美 还没谈赚钱之前 消费者都在省钱 第二个呢 今天我们说 就算爱多美产品真的很好 价钱呢 真的是很划算 这样今天呢 我是不是一定会 100%留守着爱多美 可能很多人说会 不过也有人说不会 因为我知道 今天的消费者呢 跟30年前的消费者 已经不一样了 30年前的消费者呢 我们很单纯 我们会选择 一个品牌 我还记得 当时候 我的上一代啦 我爸爸 我爷爷 他们告诉我们 今天要装Acon的话 要装什么牌子 要装National 当时候如果要买电视机的话 要选择什么牌子 要选择Sanyo 不过今天呢 想问问各位 你们家里的电视机 是不是时常换品牌啊 你们的手机 有没有时常换品牌啊 过去我在用住 Samsung 后来很多人跟我讲 Samsung不可以用的 用用一下电子汇总 后来呢 我就换去 iPhone 最近呢 很多人讲 iPhone的camera不行 你懂 现在有个电话 可以zoom上去看月亮的吗 就换来华为 所以现在的消费者 是不是那么的忠诚啊 没有那么的忠诚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爱多美要讲 留住消费者 很简单 好处啊 今天可能各位 在过去呢 都在不一样的 shopping mall消费嘛 可能去Giant Jusco Desco嘛 对不对 假设今天Jusco的老板 在这里宣布 今天所有Jusco的member 只要你们是会员的话呢 你们每次买东西 都有discount 不用紧 今天呢 如果你介绍人家来买东西 你们有钱赚 你们觉得你们会介绍 给Jusco嘛 会 但是Jusco有给你这个好处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爱多美要留住消费者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假设在爱多美的消费者 不要多 一个月 100块马币好不好 这样如果你家里的 牙刷牙膏用完的话 你会选谁 爱多美 对不对 假设你一个月 在爱多美拿1000块 爱多美叫你把 所有的家庭用品 换成爱多美的牌子 你愿意吗 愿意 这个是你们讲的 不是我讲的 OK 假设你一个月 在爱多美赚三五万块 爱多美出新产品 你会试试看吗 会 绝对会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呢 为什么我们每次看到爱多美 上架的新产品 一定断货的 不是爱多美准备的量不够 你懂吗 是因为在爱多美 太多疯狂者了 一看到爱多美出内裤 每个人去抢 连我都抢不到 最近呢 一个更生气的 明明想要去韩国买鞋子 结果买来买去都买不到 OK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在爱多美呢 不止很多消费者 用到便宜好用的东西 是因为今天来讲话呢 也很多消费者呢 在爱多美赚到钱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今天你想象一下 我在爱多美赚到钱 我就support爱多美 今天我在爱多美赚多一点钱 我就support多一点爱多美 今天我在爱多美赚大钱 我大大的support爱多美 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我们叫做循环式消费 所以这样子循环式消费呢 一直转 一直转 转了全世界 目前呢 爱多美去到什么国家 韩国开始嘛 对不对 韩国开始了 过后呢 去美国 加拿大 日本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过后呢 过后也去哪里 去到泰国 墨西哥 还有去年呢 我们开了奥西亚纽纪论 印尼 俄罗斯 对不对 目前呢 已经进军了15个国家 不过呢 接下来 爱多美开了什么国家 这些国家你看过吗 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军的越南 这里有很多越南的朋友 对不对 看到越南的朋友 我们要讲一句 寻招 对不对 不是 语音有点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 越南人多嘛 多 我们随便去到餐厅 很多越南人 对不对 这样我们跟他分享爱多美 可以不可以 可以 这样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市场 很大的市场 你看到这一个族群的人呢 你就要跟他摇头一下 你就跟他讲 Wanna cum 下一个你要去什么国家 印度 印度市场 13亿人口 你们准备了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人准备了 因为你们都不会讲Wanna cum OK 今天我教你们 下来呢 还有一个国家 我们的语言一定能够沟通的 什么国家 中国 中国14亿人口 你们准备好了吗 声音很小声 好了吗 OK 所以今天呢 爱多美未来呢 还会开了很多个国家 土耳其 巴西 OK 我们这里 马靠 香港 甚至 刚刚看到吗 主持人有说出来给各位看吗 40个国家 这40个的国家 可能很多 我看过 可能很多 连听都没有听过 不过 全部都会 在里面开 爱多美的shopping mall 这样看不看得到 爱多美未来的愿景 如果今天 爱多美只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你跟Wincent讲 Wincent会想一下 马来西亚 只有多少个人口 3000万个人口 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可能我看看就好 不过 未来来讲的话呢 全世界 多少亿的人口 这个市场呢 那么快的蛋糕呢 今天我们在座各位 如果我们真的 一人分一大块的话呢 我们会诚实 我们只要一人吃一口 叫小口 基本上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 未来的爱多美呢 它的发展空间呢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就说 全球化呢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全球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很多人告诉我 Wincent 今天我在做出全球化的神力 因为我把我的榴莲卖去中国 我把我的燕窝 卖去香港 这个叫做全球化吗 这个不叫全球化 这个只是你把产品卖过去罢了 出口罢了 这个不叫全球化 所谓的全球化的意思是什么 全球化的意思呢 就是今天 我去到那个国家的时候 我可以为那个国家 带来经济效应 我能够提高当地人的收入 我可以提高当地人的税金 这个叫做全球化 今天在马来西亚 是不是做了全球化的动作啊 是不是讲今天呢 在爱多美 有没有人赚钱 马来西亚 大把嘛 对不对 看到做出的那些嘛 全部拿出鸟的啊 都是赚大钱的 对不对 你问一问他们 一个月要交 每一年要交多少钱给income tax 多吗 多 这样你觉得政府爽吗 爽 所以今天呢 爱多美呢 去到那个国家 它会带来 那个国家的经济效应 比起其他的 shopping mall的差别在哪里 今天我去 Jisco Desco Giant 这些公司是谁开的 外国人开的 今天外国人开了 这个shopping mall呢 我们进去里面 我们做什么 消费 在我们消费了过后呢 当这个shopping mall 赚钱了过后 他把钱带回去哪里 带回去他的国家嘛 对不对 不过今天呢 同样的爱多美 来自于韩国 不过当他在马来西亚 开办爱多美的时候 会不会帮助到 在爱多美的消费者 很多人赚钱 当很多人赚钱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 摆于这些收入来讲话呢 部分还给 income tax嘛 这样会帮助到 这个国家的成长 所以目前为止呢 爱多美已经去了 15个国家嘛 这样 这15个国家 有没有帮助到 有 而且呢 我看到一点 爱多美呢 我们做出的是 国际连线 国际连线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可能我处于在一个很小的国家 例如邻国 新加坡 对不对 新加坡小吗 很小 对不对 只有多少个人口 四五百万的人口 这样 这样少的人口来讲话呢 我们叫做小市场嘛 不过爱多美就是因为有国际连线 今天可能我是新加坡人 不过我有 中国的亲戚 可能我今天我是新加坡人 不过我有 印度的亲戚 今天可能我是新加坡人 最靠近他们的 一个是马来西亚 另外一个是 印尼嘛 对不对 他能够 不能够去到那个国家的市场 这样他在那个市场上 赚到的钱 是不是进他的口袋啊 这样进他的口袋的话呢 请问他在哪里还税 新加坡还税啊 对不对 所以也可以帮助到 那个国家的经济 当这个国家的人 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呢 会不会尽量的消费啊 当今天你在马来西亚 爱多美赚到钱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买物质啊 你会不会买车啊 会 这个就是带动国家的经济 再来 今天爱多美呢 不只是让我们赚钱罢了嘛 对不对 他同时的 尽量这个国家呢 他也会做GSGS Global Sourcing Global Sales 就是我们每次听到 中国人说 所谓的全球买 全球卖 不过至今为止呢 爱多美呢 在十年前 就开始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嘛 对不对 所以GSGS就是今天 爱多美不只是卖韩国的产品 甚至他去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呢 他去到当地 拿最好的产品 放在爱多美的平台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有用几样产品呢 很喜欢的 哪里通贴哪里的 精油贴布 对不对 来自哪里 台湾 后来呢 我们的海苔 最近呢 我们的吃到非常脏嘛 因为刚刚公司又送我们一两盒嘛 对不对 真的是很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海苔来自哪里 来自台湾 OK 还有什么 加兴海苔 甚至呢 这个黑胡椒来自哪里 Cambordia OK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 马来西 爱多美平台呢 已经跟很多个国家 拿了很多的产品 在爱多美的平台上卖 这样这些平台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例如精油贴布 来自台湾 你们觉得台湾的精油贴布厂 因为跟爱多美合作 你觉得他高兴吗 我还记得 当时候我们去台湾的时候 精油贴布工厂的老板来接待我们 他看到我们 满面笑容 你懂吗 因为他知道 我来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精油贴布卖得好不好 好 所以一起到那里 热情地招待我们 欢迎你们来到台湾 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马来西亚 接下来呢 也会有很多GHA产品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全球卖 全球卖 全球流通的策略 给爱多美一个掌声 所以我们说 从2009年 到2019年 全世界的爱多美呢 我们是从五道友 什么叫五道友呢 过去的爱多美呢 我们打的是什么 我们打的是人网跟天网 我们都是通过人找人 我们通过online买东西 对不对 所以 当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 刚刚公司宣布了 OK 也看到很多的影片 爱多美的总部设立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爱多美呢 已经踏入了地网 所以我们从天网 人网 地网 我们都占据了 这个天使地利人和 所以从2009年 到2019年呢 十年时间 我讲的是 爱多美从五到有 大家已经看到 爱多美到底在做什么了 大家已经看到 爱多美总部成立的时候 那种满怀兴奋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十年呢 2019年到2029年呢 我觉得今天的爱多美呢 会从有到无 很多人开始紧张 什么叫有到无 这个有到无呢 就是所谓的无所不在 到处呢 我们都会看到 爱多美的踪影 可能今天我们跟身边朋友 分享爱多美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跟他分享 到底什么是爱多美的产品 到底什么是爱多美的理念 到底在爱多美怎样赚钱 不过呢 未来的十年呢 各位 我们已经不用再做这个东西了 你们懂吗 因为你们身边的家人 你们身边的朋友 将会是爱多美的会员 所以我们说爱多美呢 我们常常讲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嘛 爱多美是爱多美的顾客成功嘛 很多人就很好奇 到底爱多美什么叫顾客成功 我们从来没听过 顾客怎么会成功呢 顾客就是来消费的嘛 对不对 顾客是不可能成功的 不过今天呢 在爱多美 老板所说的顾客成功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办法 让到爱多美的所有的顾客都赚钱 而且不是赚小钱 是赚大钱 我们还会教顾客怎么的赚钱 所以在爱多美呢 有三个免费的系统 教你如何的赚钱 为什么我讲免费 第一 我们去哪里啊 我们去中兴 我们去中兴 有没有人跟你收钱啊 没有 刚刚的影片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OK 收五十块的 不过今天呢 全马一百五十多间的中兴 都是不收钱的 你去到中兴的时候呢 你可以免费的咨询 很多的咨询 对不对 所以中兴呢 是让大家借力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 当顾客什么东西都不懂 什么产品都没看过的话呢 就去中兴 第二个呢 当开始呢 我们身边的朋友 想要了解爱多美的时候 我们就带他去到 ODS One Day Seminar One Day Seminar有收费吗 没有 但是公司又很好 有时候还要请我们吃泡面 对不对 所以呢 ODS呢 是不收费的 再来呢 如果身边的朋友 很想在爱多美成功的话 要来哪里啊 成功学院 所以来成功学院的话呢 你们有给钱嘛 但是我说它是免费的 为什么 你们要想一下啊 今天今晚你们住哪里 上面 OK 住上面 要不要钱 要 其实我们给的所谓的报名费呢 那个叫象征式的报名费 199块 包你住 包你吃 你们刚刚手上拿什么产品 Triple set 那一套多少钱 百多块 这样是不是免费的 所以 这样我们是不是要给公司 一个很大很大的掌声 所以今天的三大信统 只要各位掌握好的话呢 成功就属于是大家的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天 看得懂爱多美 在今天 做好决定 在今天呢 马上 跟你身边的朋友 说什么是爱多美 好不好 所以我们肩并肩 手牵手 我们成功路上 再相见 没事 没事 感谢观看